男人患有脑瘫却依然能当老板 而且还把年龄业额做到了一千多万 只因他对当年别人的一句话耿耿于怀 男人名叫陆红 是一个不幸的脑瘫患者 平时连路都走不稳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骂成傻子 狗都不如的人 如今却在苏州拥有着一家 占地近三千平方米的相册工厂 43名员工里有30多个都是残疾人 眼前的这位就是厂里的王牌客服 他的有手不便 只能左手打字 但经过刻苦练习 他一分钟最少能打80个字 可以同时跟好几个客户聊天 负责打包的小哥三岁那年失去了厅里 他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遭受了无数白眼 如今却在陆红这里找回了自信 我目标可以打雷老板一样的 打雷老板 三样帮助很多人 去年在疫情的影响下 陆红的网店仍然做到了一千三百万的营业额 但即便已是身家千万的大老板 陆红在带女儿去吃肯德基时 却仍会阴张牙舞爪的肢体动作被打 他突然传了我一个好光 他说你去不去 我又不行 他又传了我一个 1979年 陆红出生在苏州无疆的一户普通人家里 十个月时 陆红因为高烧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从此走路就变得东倒西歪 连说话都很困难 由于走路说话亦于常人 陆红从小就是别人欺负的对象 上小学时 同学们都以模仿陆红为乐 还在背地里教他怪物 我说我不要去 因为我妈妈就跟我说 就这样陆红顶着众人的嘲笑熬到了初中毕业 为了能让儿子将来能找到工作 父母把陆红送到了一所薄分配的中专 毕业后 全班50多名同学都被录取了 唯独陆红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愿意接受 母亲焦急地拉着儿子去质问工厂负责人 却被对方嘲讽到你儿子连条狗都不如 那个时候是夏天 我第一次感觉到夏天这么冷 陆红去第二家工厂招工时 保安干脆把他当成了要饭的 往他的水杯里扔了一毛钱 陆红想说自己是来找工作的 保安却以为他嫌少 又往杯子里扔了一毛钱 这两毛钱对陆红来说既是同情 更是巨大的羞辱 男人患游脑贪去依然能当老板 而且还把年营业额做到了一千多万 只因他对当年别人的一句话耿耿于怀 男人名叫陆红 患游脑贪的他从小到大受尽了屈辱 在上班的路上 陆红曾遇到一群人聚在河边看什么东西 等他挤进人群后 这才发现是有个姑娘想要跳河 陆红听到这话也不生气 反而主动搓了上去 几天之后 那个跳河的姑娘还转门来感谢了陆红 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对陆红说谢谢 这时的陆红在叔叔的介绍下 每天要到离家很远的工厂里学敲白铁皮 制作喷水壶 水桶等工具 为了省下十块钱的车费 陆红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往返50公里 工厂里的同事常常嘲笑他 但陆红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所以从来不敢发脾气 为了学习更多理论知识 陆红还花了很多钱买书 钱都是他从饭钱里省下来的 为了多买些书 陆红把早饭和中午饭都借了 一天只吃一顿饭 没过多久 陆红就学会了看图纸 甚至还会帮别人画构建解剖图 他也渐渐从别人口中的那个傻子 变成了小陆师傅 这份工作干了两年后 工厂的效益渐渐变得不景气 为了不让身为副厂长的叔叔为难 陆红主动选择了辞职创业 起初他摆了两个摊子 一个摊子修自行车 一个摊子修自行车坐垫 陆红口里的这个小美女 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沈春妹了 为了和沈春妹搭话 陆红每天都帮他摆摊收摊 还是不是会给他买水送水果 沈春妹的家里人不同意 陆红就先通过免费修理自行车 送东西等方式去攻略沈春妹的舅舅 然后再让舅舅去说服沈春妹的母亲 最终 这个隔壁摊位的小美女终于嫁给了他 同时陆红的事业也在不断发展 他先是在旁边开了报刊亭和电话超市 没过多久又开了家网吧和电脑中配店 最多是陆红在一条街上同时开了六家店 这个时候呢 我才感觉到正前那么爽 但眼前的利益并没有让陆红止不于此 业余时间他又学起了饮食后期 手里有了点技术后 陆红关掉了其他所有生意 专心开启了照相馆 谁知陆红这次却失算了 男人患有脑瘫区依然能当老板 而且还把年营业额做到了一千多万 在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上 连白眼松也恭敬地想跟他喝个饮 男人名叫陆红 是一个不幸的脑瘫患者 在学会了批图后 陆红就开了一家自己的照相馆 谁知那时的照相行业是颜值经济 顾客一看到陆红的尊荣就被吓得转身就跑 为了让顾客相信自己的技术 陆红就把自己的歪脖子修植了以后贴出去给顾客看 就这样 照相馆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最多是陆红每天都能挣一千多块钱 生意越做越大后 陆红又把目光放到了相册生意上 2015年 陆红拿出了多年积攒下的40万元 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相册生产工厂 没想到人心隔肚皮 最终陆红不仅被朋友出卖几处工厂 还道歉了对方6万 可再次体验人间冷暖的陆红却丝毫没有怨恨 面对绝境 妻子沈春美并没有离她而去 而是跑回娘家借了20万 还把娘家的房子拿来给陆红当厂房 陆红一开始没钱给工人发工资 沈春美就让自家亲起来当工人 并且还说头一年不要一分钱 2017年 陆红坐上了互联网的快车 开始在淘宝上买起了相册 在网上 没有人会对她的形象翻白眼 买家还会一声声地叫她老板 陆红也会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进行新品研发 随着订单的迅速增长 陆红原本的几个人手已经不够用了 于是她开始从社会上招收工人 由于在招工时优先考虑残疾人 陆红现在的工厂里有43人 其中31名都是残疾人 让适从的人来操作机器 让肢体残疾的人来担任客服 陆红让所有残疾人发挥了最大的价值 自己的家产也很快超过了千万 2022年 陆红的网店实现了1300万的营业额 比疫情前整整翻了一倍 除了马云的邀请 陆红还入选了当年的感动中国人物 在2023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上 我们也能看到一脸兴奋的陆红 也许就像陆红当初在挨打时 她对女儿说的那样 我一生下来就犯了改不了的错 但即使身处黑暗 她也从未忘记给别人点亮一盏明灯 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 倒不如勇敢面对 尽力活出自己的精彩 也许对对了